猛牛经销商崩盘始末 合作18年后被遗弃 1.快销品隐瞒竞争的几十年 强制配送 压货 更换区域经理等 成为厂家套熬经销商的惯用手段 2.业内普遍认为 传统快销行业忽视了终端数据 董振堂称 最初与他对接猛牛项目的大区经理 现在已经离职 猛牛内部人员更替大 新旧管理层又存在矛盾 导致前任承诺的事情 后任难以落实 会加速拓展东南亚市场 猛牛于今年3月底 收购东南亚冰淇淋领先品牌爱雪